捷運機場線三重出土段沿線綠帶 長期以來只種植草皮和矮樹 而且還要許多隆起的小山丘 雖然這些設施能讓捷運與住家之間 有良好的隔離效果 但附近居民卻覺得很浪費 多次向里長辦公室陳勤 希望能重新規劃並有效運用 小山丘的部分里民都一直反映 說是不是上面有種植什麼 或者下面有買什麼東西 一直跟里辦公室反映 今天藉由我們理議員協助 來處理上面的這些綠帶的部分 看能不能說增建一些體建設施綠美化 來以後讓我們社區有更多的休閒空間 新北市議員李翁月兒接獲陳勤 多次邀請相關單位研商會堪 目前各單位已達成共識 將由新北市捷運局 行文給交通部鐵道局 希望能依照民眾需求 鏟除小山丘 增設體建設施 同時採繪隔音牆 讓原本冷漠閒置的綠帶 變成熱情迎賓的小公園 這是我們捷運局旁邊的一個立地 為什麼從一門一門這是什麼東西 這不但不雅關 那麼在這裡這塊土地 價錢在幾雅營 這沒人來 是不是要把它整平以後做一個立地 然後做立美化 體建設施 大人小孩要晚餐 你都可以來這裡 不一定要去補法 當然我們也感謝感謝剛才 交通鐵道局有說 由我們新北市捷運局 來對號窗口後來行文 行文後了以後 將來這堆如果從後來 再來我們由我們去公所來認揚 當然我們農業局的警官 主要配合來維護 由於這條綠色的狼帶 中間還隔著環河南路 為了民眾的進出安全 李翁月兒也要求交通局 增設人行穿越道 並塗銷部分停車格 相信在明代的爭取協調下 三重光陣裡 很快就會多一座現行公園 民眾運動休閒 將更為方便 記者羅日宏採訪報導